今天这个Selector Jaya工商业区的问题 就是在这两三年间 就不断的有发生这个 TEM的电话线的kabel被偷的事情 那么之前两三年前可能还没有那么 那么经常 那么到近这半年来 这几年月来呢 它的那个 那个frequency 就越来越频密 甚至是有时候是 今天这个TEM安装了 这个新的kabel下去 明天就被偷了 然后也猖狂到就是 有时候有人看到那个小偷在偷 那么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去偷的 他们是一大群人 大概有差不多十个人 根据这个Selector Jaya工商业区 聘请的这个保安队长呢 他们就说 每一次至少有十个人在一起行动 那么有四辆摩托车 他们会到处去寻试看有没有警察 然后另外别人呢 别的人呢 就会说这个罗里 去把这个kabel直接这样扯出来 那么导致说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厂家呢 他们会面对说 一个月里面 有三个星期 两到三个星期 是没有电话线的 没有电话的服务 因为就是没有这个 这个kabel被偷了 然后他们也是继续的在给的这个电话费 可是没有这个服务 那么也对商家的那个 那个他们的生意造成很大的影响啦 因为他们也没有电话线 他们也不能够上网 所以就损失比较惨重啦 所以我们是建议 我们是要求警方就是加紧处理这个kabel 因为这个kabel不只是发生在Salesa Jaya 其实在Palacong Jaya Daming Jaya等等地方呢 都有发生这个kabel的事情 然后 甚至是有一些kabel的那个洞啊 他们撬开了之后 连TM都公有再盖回去了 好像放弃了这个事情这样 然后 他们要求警方加紧巡逻 与此同时呢 我们相信 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案件 它是一个集团 持续的一直在干案 一个偷窃警官 我们要求警方 早日破案 把这整个集团呢 一网打尽 以绝后患 这样子